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未来的一周,有5件重要的经济事件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是一年一度的全球央行行长会议将再次在杰克森霍登场,那么资本市场最关注的是周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发表主旨演讲, 那么这一次鲍威尔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因为目前华尔街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美联储到了减息的时刻,9月份非减息不可,那么市场有争议的只是从50个基点开始减息,还是25个基点减息起步,那么资本市场有这么一种强烈的预期,就给这一次鲍威尔的演讲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鲍威尔他不能够回避9月份是否降息, 第二,他不能够回避9月份降息的这样一种起始的预期,就是强度大的降息还是从低强度低烈度的降息开始,这个他要给市场有一个暗示,有一个沟通,第三,鲍威尔他还必须的回应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 你美联储这一次的降息周期大体上会持续多长时间,也就是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的,就资本市场突然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减息啊,减息第一次减息幅度并不是特别重要, 现在华尔街突然意识到美国的基准利率处于历史性的高位,你如果这种啊,历史性高位的基准利率长期保持的话,那么就会扼杀经济的增长,它就会让美国经济出现衰退, 所以现在华尔街呢,你可以说他是得寸进尺,但是呢,他也讲出了他的理由,就美联储这个降息周期不能够拖得太长,目前历史性的高位的这个基准利率,需要在一定时间之内要把它降下来, 那么这样来测算的话呢,你还不能够是一种细水长流的那样一种降息计划,所以这个鲍威尔呢,他必须给市场做出一个回应, 那么如果鲍威尔在这些问题上都能够比较清晰的向市场发出信息的话,那么有利于啊,市场的这样一种确定性,就减少市场的剧烈波动, 但是LT今天看到有一个CBC的这个调查,多数市场交易员呢,认为9月份会降息,第一次降息呢,只会有25个基点, 那么这对于美联储来讲是一个安全的操作方式,如果降息力度不够大,那么下一次他再加大降息力度, 也为时不晚,第二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事件呢,是美国将发布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 周三,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将公布飞龙公司单水准基准的修订初步估计, 周四,劳工部还将发布上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的报告, 同时周四呢,还会发布7月份美国制造业的这个PMI,以及服务业的PMI, 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感知美国的经济究竟如何, 因为上个月的飞龙数据非常糟糕,市场担忧美国经济的衰退, 那么本周这一组数据,它有可能会修正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一些判断, 当然了,如果这些数据恶化的话,它会加重市场的这种负面的压力, 所以这几个数据呢,也值得大家关注, 第三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呢,是未来一周会有几位重量级的美联储的官员, 与市场进行对话,就除了鲍威尔将会在迪克森霍发表他的主旨演讲之外, 美联储的这个沃勒、博斯蒂克和巴尔三位重量级的这个官员, 也会阐述他们对政策的前瞻指引,因为美联储呢,坦率来讲,它还是一个民主机制, 美联储主席呢,也只有在公开市场委员会表决过程当中, 他个人只有一票,他也不能完全左右这个美联储, 所以美联储这些高官,站在他们个人立场上, 对未来政策发表的一些观点, 对于我们判断,美联储9月份的利益政策的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呢, 是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变化, 那么目前中东地缘政治冲突, 乌克兰战争这些风险因素呢, 目前看不到缓解的迹象, 只要这些地缘政治冲突不降温, 国际油价, 它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只要这些敏感区域有些新的动向, 形势趋于紧张, 国际油价它就会上涨, 所以目前呢, 国际油价还是在80美元附近进行跳动, 那么与此同时呢, 中国的宏观数据向全球资本市场传递一种呢, 中国的经济非常低迷, 中国对原油的需求有所下降, 那么这个因素呢, 它也成为遏制国际油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最终国际油价如何表现, 它要看各种因素进行相互的作用, 谁能够占上风, 那么毫无疑问, 在未来的一周, 俄罗斯如何应对乌克兰攻占库尔斯克, 会不会有一些激烈的报复行为出现, 这个都还是让市场投资者很紧张, 要高度关注的, 第五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 美国时间周一晚上,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二上午, 中国人民银行呢, 会对是否改变贷款利率呢, 它会做出新的政策的这个发布, 主要涉及的两类的这个贷款利率, 一个呢是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也就是LPR, 第二呢是五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那么目前, 中国的经济学家, 以及华尔街的舆论呢, 普遍认为, 央行按兵不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尽管中国宏安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目前中共还不太敢使用降息的这样一种刺激手段, 因为美联储降息在即, 美联储一旦降息, 它会对人民币的这些汇率币值会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普遍认为呢, 周二中国央行会维持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35%, 五年期的3.85%,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美国大选的一个重大新闻, 我们分享政客的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 关于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需要了解什么, 就轰轰烈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已经召开完了, 那么民主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周一就开始登场了, 它报道这样描述的, 所有的重点都将放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民利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身上,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周一拉开帷幕, 距离选举日还有不到80天, 数千名代表将集聚在芝加哥, 在拜登总统上个月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和沃尔兹正在制定快速的竞选时间表, 由于拜登的立即支持哈里斯, 避免了公开大会上的潜在的混乱, 那么对于本周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有几个内容需要了解, 第一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始, 那么开始时间就是8月19日, 星期一开始, 一直持续到8月22日, 星期四,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这次大会在哪召开? 召开地点是在芝加哥, 民主党选择芝加哥是因为它代表了该党和美国的多样性, 因为它是一个位于中西部中心的工会城市,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谁会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言? 那么这个就很重要,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也很成功, 就它选择的发言的一些代表还是进行策划的, 那么这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有哪些人在会上发言? 那么郑克他也介绍了这个安排, 周一, 芝加哥的市长和拜登将会发言, 周二, 伊利诺伊州的州长, 就之前LTU网友介绍过的那个亿万富翁州长普里茨克会发言, 同时奥巴马也会在周二发言, 周三有三个人会发言, 第一是克林顿, 第二是交通部长, 第三就是沃尔茨, 周四就最后一天发言只有哈里斯发言。 那么政客杂志他还很有意思, 他还透露了一份候补名单, 就有可能随机安排的呢, 还有希拉里, 就希拉里啊, 也有可能发言, 然后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达克沃斯也有可能发言, 纽约州长也有可能发言, 苏默也有可能发言, 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孙子也有可能发言, 那么从这个发言阵容来看, LT感觉呢, 没有共和党的那些发言人的阵容带来冲击力啊, 或者这个新闻性那么高, 他这个似乎都是一些党内的老同志, 用中国人的话讲, 所以他还是体现了目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啊, 他们差别还是很大的, 民主党你看他这个基本的政治体系, 他没有变, 还是老总统带领下小总统,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他还是那样一种很稳定的一种延续, 你再看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没有一位前总统参加, 甚至资深的一些共和党的前高官, 绝大部分没有被邀请参加, 他似乎像一个新的党,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四呢就是党纲, 就这一次民主党代表大会, 他会提出一个所谓的民主党平台, 也就是他的一个全党认可的一个基本政策的组合计划, 那么在目前透露的, 郑克透露的这个草案的内容呢, 他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纲领性的草案, 是民主党人的一套全面的政策优先事项, 与前总统川普形成鲜明对比, 前总统川普被提及150次, 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纲领里面, 他包括提高对亿万富翁的所得税, 降低儿童保育成本, 投资清洁能源和恢复生智权力, 关于加沙战争, 这是民主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那么在这个草案里面, 他表示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立即和持久的停火, 但不承诺美国向以色列供应弹药, 那么这份草案呢, 还会在这次大会上进行表决, 就同不同意这次草案, 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 是资本市场会怎么关注这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与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 就两党的这些纲领呢, 这个大选的一些动向, 对资本市场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么随着竞争缩短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些差距, 投资者们呢, 恶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哈里斯的政策立场, 因为他说的还是比较少, 说的比较宏观, 所以华尔街呢, 也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民主党大会上, 哈里斯能够进一步阐述他的立场, 同时华尔街也想了解, 哈里斯对美联储的态度, 尽管哈里斯之前承诺要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 但是华尔街仍然希望, 在大会上, 哈里斯能够重生这一点, 所以通过以上的内容介绍, 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 这一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美联社的报道, 报道标题就是, 乔治·桑托斯在欺诈案中认罪, 前纽约的国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预计将在他广泛的欺诈案中认罪, 桑托斯成为二十多年来第一个被开除的国会议员, 他面临二十三项联邦重罪的指控, 包括电汇欺诈, 洗钱, 滥用竞选资金, 这位共和党人去年是不认罪的,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美联社, 桑托斯预计在周一纽约伊斯利普中部出庭, 目前还不清楚他可能承认哪些指控和多少项指控, 如果因所有罪名被定罪, 他将面临最高二十年的监禁, 这位纽约共和党人成为历史上第六位被免职的立法者, 也是自2002年以来第一位被免职的立法者, 他被指控谎称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 大学的学位也是虚假的, 他称他有犹太血统也是说谎, 他还被指控谎称他母亲死于911恐怖袭击, 就这个人他几乎没有一句话是真话, 但是他就能够当选国会议员,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就今天美国政治坦率来讲还是有些堕落的, 在今天美国政治似乎你不能谈私德, 私德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场, 私德不能够影响竞选, 这成为今天美国政治唐尔黄之的一个共识, 或者是一个舆论, 所以这个乔治桑托斯他最近非常活跃, 他并没有说要马上要坐牢的那样一种沮丧, 相反他还在发动新的竞选, 而且他那个纽约他那个当地的人还特别喜欢他,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美国的现实,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越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访问中国, 那么相关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 第一是中共新华社的报道, 他报道这次苏林访问中共, 报道这样描述的,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于8月18日至20日来华国事访问, 他这个国事访问这个规格就比较正式了, 那么今天他是先趁专机抵达广州, 在广州访问了一天, 新华社描述他在广州的这个访问是这样描述的, 说在广州期间, 苏林总书记计划寻访胡志明主席在中国展开革命活动的红色足迹, 并将同中越友好人士交流互动, 那么今天傍晚苏林就趁专机抵达了北京, 那么明天周一他会见习近平, 所以这个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也是海外舆论一直说习近平病了死了, 那么明天习近平就会再次证明自己还健在, 第二个方面值得了解, 看越南方面怎么报道这次苏林到中国的访问, 就越通社报道称, 越南外长裴青山谈了苏林这次访问的三大目的, 就第一是保持高层战略交往, 夯实政治互信的基础, 第二是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第三通过就领土边界问题进行坦诚增诚实质性的交流, 共同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更好管控和化解海上分歧, 那么越南人的这个目的呢也非常清晰简单, 就是要稳定中越关系, 那么第三个方面值得大家了解的呢是, 这次苏林到北京, 习近平与苏林之间呢有个重要的障碍, 有一个麻烦事, 他们会进行商谈, 但是这个事背后呢还是很复杂的, 这就像中俄关系有一个麻烦事, 就中俄关系有个什么麻烦事呢, 就西北利,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普京呢早早向俄罗斯人民报了喜讯, 说中俄达成了协议, 那么习近平呢已经三次跳票了, 就普京呢向俄罗斯人民宣布了三次, 习近平呢就一直就没有打印, 那么中越之间也存在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习近平非常希望做的, 就越南的高铁, 因为国际社会啊对于中国的这种高铁, 还是比较警惕的, 因为技术上你没有什么领先的, 那么中国的杀手锏呢就是我给你贷款优惠, 但是中国提供贷款优惠呢, 它又造价又很高,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的这种高铁输入呢都是亏本赚腰核, 比如说印尼的高铁, 中国是全电子, 就一分钱不要印尼一套, 完全中国就一套, 那么运营亏损怎么办呢, 赶紧倒霉, 因为现在是中国在收钱, 那亏损也赶紧认了, 那么中国在印尼这个高铁项目, 把中国拖进了一种陷阱, 但是中共呢他认为这是个示范项目, 哎, 做成了让别人来仿效, 我再提高条件, 但是印尼之后没有人来跟进, 习近平呢就一直想让越南做第二个高铁, 越南呢也支支吾吾, 阮服中在的时候呢也口头打印, 但是这个事就一直推进不了, 这个习近平去年访问这个越南的时候, 也再次敦促越南, 加快这个项目的进展, 那么今天越南的媒体呢就把这个事底牌呢, 他有了报道, 这个事啊麻烦还很大, 尽管这次苏林区也会谈, 但是麻烦很大, 主要是有四大障碍, 第一呢是资金问题, 越南这个南北高铁, 2016年日本人呢做了一个评估, 认为呢需要500亿美元, 那么到了2018年就越南交通部啊, 又重新评估, 因为有通货膨胀, 那么越南交通部评估呢就需要600亿美元, 就涨了100亿了, 就时隔两年涨了100亿, 那么这个越南国会呢就没有同意, 到了2023年11月, 越南交通部又提出来, 这物价又涨了, 需要多少钱呢, 需要720亿美元, 那越南他那个国会啊, 他看来还不完全是个橡皮图上, 越南国会呢又不同意, 所以这是第一个, 只有资金问题没有着落, 那么中国愿意承担资金问题, 但是越南国会呢, 认为呢这个会落入这种债务陷阱, 就中国给钱也不能干, 所以这是一个资金没有着落, 第二个问题呢是, 国际上线势力啊, 都在竞争越南这个高铁, 也是相互制约, 那么目前越南与中共的政治关系不错, 但是越南呢在经济上它与西方, 它需要保持密切联系, 甚至要依赖西方的一些关系, 所以在日本表达出强烈的竞争意愿的情况下, 那么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啊, 计划就带来了巨大极大的这种阻碍, 就大国竞争啊, 你都要在越南竞争啊, 所以这种竞争的状况, 也让这个项目难以推进, 就这个项目还不至于说板上钉钉给中国人干, 所以你看第一没有钱, 第二呢,目前还要招标, 所以这个习主要推进招集还急不来, 第三呢是越南自身有观望的态度, 因为越南还希望日本方面呢, 能给出更优惠的条件, 就从越南媒体报道来看, 他们更信任日本的技术和质量, 但是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造价太高, 所以从越南的角度来看呢, 他们希望用中国的造价来迫使日本降价, 这是越南人的基本心态, 就是说按越南媒体来讲, 压根就不想让中国人干, 那么第四个原因呢, 是越南在目前已经与中国合作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吃亏了, 就现有啊, 中国帮越南修了一些高速公路等一些项目, 中国呢采取BTO和PPP等模式, 但是这些项目呢, 越南人发现了投资效益非常低, 而且呢债务成本很高, 所以已经吃亏了, 不能再按以前那种模式与中国合作了, 所以你看从越南方面报道, 习主席非常着急的这个高级项目, 基本上越南舆论呢还不具备条件, 尽管苏林这次会很积极的回应习主席的这个焦虑, 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我们来看, 就中越之间也还是各自心怀鬼胎, 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呢又要抱团取暖,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在中国持续了几天的一个网络热点事件, 他源于啊, 一位房东写的一篇文章, 这个房东啊看来这个文字公敌了得, 他这篇文章呢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的这个社交平台呢把这个事件呢一般都是定名为, 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女孩, 饿死在初出的公寓里, 就这个还是很惨烈的, 这个事儿还是让很多人感到很震惊的, 那么这个房客的房东呢, 他写文章是这样来描述这个悲惨事件的, 他说这件事儿一直想记录下来, 但只要提笔就觉得沉重, 不知从何写起, 六月下旬, 平平无奇的某天, 一通电话将我卷入很长时间的情绪黑洞, 我的租客死在了我的房子里, 时间久到尸体已经高辅, 面目难辨, 慌乱的一上午, 因为我仍不在西安, 于是物业中介开锁公司在我的授权下打开房门, 物业专程给我拍摄视频, 房门打开前的每一秒, 我都期盼着虚惊异常, 但直到开锁师傅彻底将门打开, 指着屋内的地板很小声回过头, 说人死了, 声音轻到我把手机声音键开到最大, 才能听清楚这三个字, 视频也到此为止, 房门再次烟住, 开锁师傅离开, 摆了摆手, 开锁费, 算了, 物业报了警, 一切要等警察来, 警察出警不算慢, 可远在新疆的我, 却觉得无比漫长, 然后这位作者呢, 他就提出问题, 大好年华, 本该是奋斗的年纪, 但究竟是什么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我该如何叙述, 一个西部贫困山村的女孩, 经过怎样的努力, 考入北京某211名校, 毕业后的几年, 一心考工, 多次取得家乡省份, 事业当位鼻视第一名的成绩, 却连连因面世环节落榜, 最终怀着总样的失望远走他乡, 依然没有找到内心孤傲与名校出生, 与家人期望相匹配的工作, 最后又是怎样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33岁的生命, 那么文章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啊, 抒情的一些描写, 那么下面一段呢, 就让舆论感到很震惊的一段话, 他说尸体被法医拉走后, 警方很快联系到他父母, 原来他的家人在一周前也将女儿按失踪人口报了案, 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到女儿是4月20日, 女儿微信问母亲要生活费, 母亲表示家里确实没有钱了, 要等他去借, 此前4月9日, 母亲才问亲人借款1万多元, 转给女儿支付房租, 4月21日, 母亲再次找人借到1000元, 转给女儿, 从后续警方调查来看, 这1000元还是死者母亲分两次, 各界500元凑的女儿, 没有收随即拉黑了所有亲人, 直到她死去都再也没有联系过任何亲人, 那么对这个网络热点事件, LTE也在了解为什么中国的网民会关注这么一个事件, 或这个事件给中国究竟带来什么影响, 那么普遍舆论就还是聚焦在年轻人没有希望, 或者是家庭贫困的年轻人没有希望, 读了211还是找不到工作, 那么LTE对这个事件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的是, 就面对这么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去谴责政府不关心年轻人的就业, 年轻人, 特别是贫困家庭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 这个都是社会问题, 但是具体到个体而言, LTE认为这个女孩, 她可能还是有很多教训值得其他年轻人借鉴的, 你211大学毕业考工, 不管什么原因没有被录取, 你不能够躺在家里靠自己父母到处借钱去养护自己, 就她有她悲惨的一面, 但是她给她的父母也带来更加悲惨的一面, 好在她父母没有去寻绝路, 就借了钱再去挣钱来供这个女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LTE感觉我们在谴责中共, 谴责社会不公的同时, 作为个体来讲, 就作为年轻的网友来讲, 应该从这个事件当中能够吸取一些教训, 这也是LTE一直在这个频道倡导一种观点, 你不管你反共还是热爱共产党, 你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让自己生活的好一些, 你要让你的家人生活的好一些, 这个是你再去追求公义啊, 什么道理, 之前必须该做的事, 当然也有网友批评LTE呢, 这个有点过于现实主义, 似乎人们要追求理想, 宁可遇罪不求瓦权, 但那个也当然很高尚, 但是LTE感觉我们绝大多数, 还是属于凡人普通人的范畴, 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的生活, 第二个想要网友分享观点, 中国的这个社会现状, 就普通家境的孩子啊, 贫困家庭的孩子, 上升通道是越来越窄了, 目前越来越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过去拼爹嘛, 就是拼红二代红色家庭, 现在拼爹嘛, 中国经过了三十几年改革开放, 财富有一定积累, 现在还要拼富爸爸, 那么一头呢, 这个红色家庭你搞不定, 现在又弄出一座大山来, 挡住上升通道, 这些有财富的人, 或者是权贵阶层, 所以让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 确实成长很难很难, 你包括他考公务员, 几次得第一, 然后面试的机会都不给, 你到哪去说理呢, 你如果面试被刷掉, 那还好一点, 比试明明第一, 面试机会都不给, 假如说这个作者说的是实话的话, 那么这个倒是希望中国的媒体去挖掘一下, 所以这个事件呢, 它会引起中国社会的共鸣, 最刺痛社会情绪的是, 普通人家的孩子很艰难, 最后再与网友分享, 最近在中国很热的一个政治问题, 就现在很多中国的事业单位在改制, 在删减, 同时呢, 中共三中全会制定了这个人事改革的一些方案, 就公务员的机构, 党政机构也在进行一些改革, 同时呢, 有很多地方又传出来公务员的收入锐减, 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来集中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个呢是第一财经近日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 地方党政机构改革数量减少三分之一, 民政, 兵役, 农田, 水利, 分分合合, 那么第一财经报道这样描述的, 各地正在推动新一轮机构合并, 从多个渠道获悉, 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腹地, 2023年底户籍人口十万四千五百二十九人的海南省五子山市, 已在七月底完成新一轮机构改革, 此轮机构改革透过深度优化党政机构的数量比之前减少了三分之一, 澎湃新闻也报道, 根据五子山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发布的五子山部分单位地址调整公告, 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交通运输局, 住房城建, 城乡建设局合并组建, 自然资源和城市规划建设局, 前市农业农村局, 水务局合并组建, 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并于乡村政兴局合署办公, 前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合并组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在中国来讲, 这种机构的设置啊, 地方是没有权利的, 你从一个县很偏远的县, 它的一种所谓的改革, 它一定是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 所以从五子山市的这个公布了的这个改革方案来看, 它是有代表性的, 而且对其他地方, 它也是一个先行事业的一种典型, 那么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的是, 中共三中全会它要求机构改革, 它就是要大合并, 相关的业务组建成大的这样一种机构部门, 这是它体现的一大改革, 第二条新闻是南方周末报道的, 它标题是, 中国地方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 打破铁方案, 就这个呢, 在中国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有很多事业机构啊, 就人们也非常向往的吃黄粮的机构, 就一夜之间变成了企业了, 报道描述,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个部门, 7月中旬发出通知, 引发舆论关注, 据了解, 有79家省属事业单位将转制为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 其中包括招待所、印刷厂、设计院等单位, 2019年的时候,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也曾经发过类似的文件, 就2019年就宣布有些单位转企业, 没搞成, 那么这一次呢, 又发一次, 所以你看它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 它还是留给你一些想象空间, 和山东同为考编大省的河南省, 今年4月也加码推进事业机构改革, 要求除了学校医院外, 省职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的精减, 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精减, 其中财政拨款事业编不低于10%,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新闻的核心, 你看这个声势浩大的这个事业单位啊, 转成企业, 实际上在事业单位里面, 很多人本身就不是吃黄粱, 本身就不是财政供养的人, 所以他们转企业呢, 就是个身份, 性质有些变化, 收入来源和收入呢, 没有多大变化, 他真正这次改革的, 你看核心内容就是, 财政拨款的事业编制, 精减10%, 所以说你看山东的什么大改制, 河南大改制, 就雷声大, 雨点呢很小, 就是减少10%的财政供养人, 那么第一条新闻呢, 这个部门合并呢, 还一个人不减, 就公务员呢, 财政供养人口大合并, 但是不减编, 不财人, 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事业单位转企业, 但是呢, 只影响10%的人, 就90%的人不受影响, 这是第二个新闻, 那么第三个呢, 想为网友介绍呢, 就是中国财政供养啊, 就政府养人, 究竟是个什么状况, 或者中国的这个吃黄粮的人呢, 究竟有多少, 对中国的财政有什么影响, 中央财政有什么影响, 地方财政有什么影响, 那么RT也收集了各方面的信息, 那系统呢, 向网友介绍这个状况, 首先第一呢, 是哪些人在吃黄粮, 就财政供养的人呢, 有哪些人, 实际上呢, 是有四类人的, 就第一类呢, 是党政机关的这个公务人员, 公务员, 这个是一等吃黄粮的, 第二等呢, 是事业编, 刚才讲的改革, 改革就减10%, 那90%还保留, 就是事业编是第二位的, 你比如说最突出的呢, 是教师, 这是典型的事业编, 第三是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 你不要看他没有编制, 他也吃黄粮, 举一个最简单例子, 就大家在街上看到很多邪警, 你不要看那些邪警, 他是吃黄粮的, 他可能呢, 不能终成吃黄粮, 但是他穿上那身衣服, 他在执法, 他就是吃黄粮, 这编外人员, 第四呢, 就中共所谓的基层工作者, 所谓的社区干部, 这些人呢, 他与公务员不一样, 但是他拿的补贴收入, 也是财政供养的, 所以大体上这么四大类, 那么第二呢, 中国究竟有多少财政供养的人, 那么算大数呢, 是有八千万人, 这八千万人是怎么构成的呢, 还是按那四个方面, 通过中国的公开的数据, 还是能够找到的, 就第一, 就事业编, 就是事业机构吃黄粮的, 有多少人呢, 那么这个通过人社部, 去年发布的2023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统计报告, 他那个数据上, 他挂一落万, 他透露呢, 城镇在边的事业单位人数, 有五千八百四十六万, 那么这五千八百四十六万呢, 其中有30%是离退休人员, 你看这个数据多庞大, 这个都需要财政供养的, 五千八百四十六万, 那么边外人员, 这个没有办法统计, 就包括这些辅警啊, 城管, 皇位工人, 这些很难去统计, 但是呢, 通过人民日报的有一个报道, 你也能够想象出来, 或者能够推测出来, 这个边外人员的规模, 你看人民日报, 他在2020年有一个报道, 说安徽省, 就这一个省, 他招了多少辅警呢, 招了七万余人辅警, 就辅助警察啊, 招了七万人, 而安徽的人口只有六千万,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呢, 就全国的辅警, 应该是在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 那么你由此再来推测, 其他的边外人员, 就比较合理的计算呢, 是应该在五百万左右, 那么基层工作人员, 根据2022年国新办, 国务院政策, 吹风会上公布的数据, 全国城乡社区工作者, 达到四百三十三点八万元, 就大体规模与边外人员的规模差不多, 这个也是财政公养, 那么最后一块就是公务员, 就非常正规军, 在政府党务系统工作的这些公务员有多少呢, 在中国国家人事部有一个数据呢, 是七百一十六点七万人, 那么在过去几年改革, 习近平市的改革它有个特点, 它是在总体平衡, 就部门减少合并增加, 它基本上在维持这样一个编制, 所以通过以上这个分析, 这四个方面加起来, 大体上呢, 是在六千万到七千万, 所以这与民间传说的八千万相距差距并不大, 所以这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弄清楚, 就究竟中国养多少人, 政府吃黄粮有多少人, 讲大数就接近八千万人, 那么第三个问题, 要养这八千万人需要多少钱,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 中国统计年鉴, 2022年显示,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薪资, 是10万零6837元, 那么用这个数字称上最保守的估计, 就财政供养人员, 最保守我们八千万不算, 打折打到六千万, 那么光每年养这些财政供养人员, 需要花费六万四千亿人民币, 那么六万四千亿人民币, 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还环比到2022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财政收支的透露的信息呢, 2022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6万亿, 那么六万四千亿就占当年公共支出的24%, 那么你如果按税收来算的话, 可能要接近一半的税收, 就养了这六千万人, 这六千万人还是保守的数据, 所以你如果按支出, 我不管钱从哪来的, 收税也好,乱认罚款也好, 收来钱要支出, 整个支出的24%是养人了, 那么我们再来解剖一个案例, 就地方政府能不能养活这些人六千万人, 因为中央政府的人数相对比较少, 它来源也有保障, 那么地方政府, 我们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这个鹤岗, 亨永江鹤岗市, 鹤岗市在2020年全部的财政收入, 就税收和非税收入, 一共是22亿9千万, 或者算23亿, 那么它养这些政府供养的人员需要多少钱呢, 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个简单的账, 两万退休人员平均每人年退休金只有三万七, 第二组数据是两万七千名债编人员平均年收入是十一万五千, 那么要养两万退休和两万七千债值的人员, 他们的薪酬每年需要53亿4千万, 那53亿4千万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你全年的税收和其他的罚款收入加一起才不到23亿, 你要养人就要53.4亿, 中国大部分县都这个水平, 那么目前地方是怎么存活的呢, 他这个税收全部养人还养不活, 就要靠卖地的收入, 那么如果卖地卖不出去, 那么政府养这些人他都是亏本亏损债态高筑, 所以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 NT呢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就第一呢是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 他搞了两次机构改革, 那么这两次机构改革, 包括这次三中全会的改革, 都没有涉及到刚性的亚捷财政供养人数, 他都是在玩文字游戏, 你像这次三中全会他主要体现合并部门, 要大部门, 但习近平他在他过去时间他增加了不少部门, 你比如说移民局, 这过去没有的他增加了, 中国哪里有什么移民啊, 第二, 你比如说他什么退伍军人部, 过去在民政系统, 现在还在民政系统, 但是他要成立一个这个部, 那么下面又成立这些局, 所以习近平的改革, 他是有真真简简, 但总体上, 他没有把减少财政供养人口作为一个目标, 所以LT任务习近平的十年的机构改革是一种假衰, 甚至是某种程度上, 还在增加财政的供养人员, 所以通过算账你能看出来, 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第二个想要网友分享观点呢, 你看中国房地产危机, 地方债务危机, 房地产危机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锐减, 那么靠税收又养不活这么多公务员, 土地财政那一块呢, 又在下降, 那怎么维持政府运转呢, 那只有去乱收费, 只有去倒查税收30年, 所以这个账啊, 是摆在桌面上, 你看这个以贺港为例, 他养人, 政府, 事业, 供养人员需要53亿, 你财政收入满打满算不到23亿, 收入只能满足一小半的养人, 所以这种政府他要存活, 你要么中央转移支付, 要么就逼量为仓, 到处去查税, 到处去罚款, 你这个投资环境怎么能好呢, 而且你能够从我们分析啊, 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这个收入来看, 你看, 他们倒是收入节节攀升, 现在中国的公务员收入, 哪怕是最偏远的地方, 也超过10万, 相反, 你企业那就不行, 你企业要随行就事, 效益好了, 你工资高, 效益不好, 工资低, 但是政府的这个供养人员, 你看, 他们哪怕遇到了房地产危机, 遇到了地方债的危机, 但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减, 包括最近中国网络热炒的, 公务员的福利减了三分之一, 他们的都是属于障外, 就各个地方搞的一些土政策, 什么租房补贴加几倍啊, 像天津那搞的特别离谱, 什么年终奖啊, 什么效益奖啊, 那个都是表外的一些收入, 就表内的平均已经高达十亿万五了, 就他们与社会的经济可以脱节, 汗浪保收, 而且保增长, 那么这个也让公务员阶层, 与当地的社会脱节, 所以最近几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这个收入情况, 舆论总在议论这个财政供养人数收入偏高, 但是呢, 中共一直为了稳定他的政权, 他不愿意在这方面去做改革, 所以就导致了全社会特别年轻人, 缺减脑袋要进公务员系统, 要进财政供养这个序列, 所以你看刚才举那个例子, 那个北京211毕业的那个女大学生, 宁可在家饿死, 也要去考公务员, 考不上绝不罢休, 他确实很诱人, 相比于绝大多数职业来讲, 财政供养人员不仅收入安稳, 而且是偏高, 所以这个呢, 你能够让我们看出来, 就习近平市的改革啊, 他还是不愿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他的改革还是在局限于改名称, 一会增加一些单位, 一会合并一些单位, 但是财政负担过重, 养人, 养了近八千万人, 这么一个最大的现实, 他不愿意碰的, 所以这也是习近平的假改革的一个实例, 实证,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看。